我们另外来看一下 我们有些个股 今天帮大家见识 因为我想大家现在蛮慌的 因为手上有些股票 可能也来不及跑 那刚刚就讲到拜登 这个已经说了这个重话 他说要打这个海运 你们剥销的行为已经结束了 这个美国24年 最严格的海运改革法要上路了 这个对于相关的航海王 会不会有影响 大家帮我们再一次按铃 投资人要不要参加海航 我也都出席 要不要 航海王要出席 好 信财哥要参加吗 不要啦 你就是说有影响 不要参加 对 OK 都不要参加 信财哥先讲 好 那其实来讲 也就是说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了 拜登讲说 这个美孚来讲 赚得比上帝还多 其实没有 其实如果说 就我们台股历史来看来讲 赚得比上帝还多了 应该是这一波航运股 你看航运股已经都赚1块2块 现在赚50块赚60块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 当然来讲 所有的这一个运费的高涨 也是通膨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在初期的时候 这一个美国来讲 不论他的财长 或者说他的联组会主席 轻拂了通膨的一个压力 觉得时间一过 他自己就会荡下来 想不到这个运费高涨在那边不下来 所以现在怎么样 立法要修理 其实来讲以美国的这一种 美国大国 他今天来讲要打你 你一个国家 我都要把你打下来 何况是一个小小的运费 所以我个人认为 觉得运费会降下来来讲 这个通膨也会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那现在来讲 当然来讲要打压的这一个海运来讲 当然不能 就说而且来讲 在指数里面来讲 如果说未来前景不看好 这一个东西来讲 一定是不能参加一个除息 我们以华航的一个股价来看 来我们来看一下华航 其实你看他的股价 现在也是怎么样 也是慢慢慢慢的在这里的 已经开始往下再做一个修正了 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他怎么样 他已经开始在左空了 那从筹码面的角度 你看高档套牢的筹码一大堆 对不对 那另外来讲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虽然现在还很好 连这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这一个马斯基跟赫博勒德来讲 都跟你讲说什么 八月份运费要大跌 他讲这一句话 说是美国还没有立法 如果美国立法再修正下去的话 那我觉得来讲 其实有航运在这边来讲 短线也许还有一个高档 但是我觉得 后面的一个压力会很大 所以不要参与去做一个除息 而且来讲现在在空头 他的全职很高 全职很高来讲 他要偏息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有这个 绝对绝对不要去参加他的除息 绝对绝对不要参加除息 有两个绝对 另外这个其实段老师的看法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另外想问 因为这一波有些全职股最近也摔得蛮惨的 台积电连电连发科 那这一波强短的人要不要赶快卖出 一样帮我按圈叉 要不要赶快卖出 不要卖要卖 这个也不同意见 段老师你先讲 我是这么认为 也就是说 你觉得要卖 应该要卖 怎么说我们看半导体最近的新闻 都是在台积电 要不然就是高通 要不然就是Intel 大家想想看这些新闻都绕在所谓的台积电 都跨越了 也就是说高通跨越的台积电都跑到韩国 或者是日本去跟他们做合作的动作 海外的这种供应链的部分的话 美国都尽量避开台湾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台湾是一个战争 未来战争的中心的话 那是不是他海外的供应链 基本上就有可能会跨越所谓的台积电 那再想想看在国内的部分 Intel开始在国内 这个挂拐架子Intel 所以在国会上面到处在讲台积电的坏话 那如果是这样子再延续下去的话 我想台积电风险会越来越高 基本上台积电两奈米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台积电 基本上他下游供应商的话 是越卖越少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产品越来越贵 越贵的对象的话 有谁有办法吸收这么高奈米的 继承的公司基本上 不是他厉害 所以他可以高价继续卖出 涨价也可以卖 但是问题是两奈米的东西 有哪一些供应商有办法吸收 这些台积电的厂商 以前12奈米的时候 他的下游的厂商非常多 现在变成2奈米的话 基本上他的下游厂商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基本上只有锁定几个下游 P变高Q变少 是 没错 所以我认为说 像这种半导体的公司的话 在美国的政策的布局之下的话 大家可是要小心 地缘政治后来追兵 还有涨价的这些问题 但现在觉得可以卖 对 我看法倒是比较不一样 我们从台积电来讲 台积电今天跟你讲什么 你今年来讲明年涨6% 你今年来讲要追加订单的话 我要跟你涨价 代表他手上的订单很多 否则来讲为什么 如果我没有订单来讲 我希望你来追订单才对 那如果台积电订单来讲 刘德英他也讲 他去年成长23.9% 今年成长30% 明年来讲会持续成长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今天AMD 已经把他5奈米 在明年的产能几乎都保下来的 那当然在这个竞争的过程里面来讲 我们也看到怎么样 以前来讲 这个高通去跟三星去下单给他 结果后来怎么样 高通的订单 解解在市场上被这个联花客抢过来 所以这一个来讲是一体的两面 你这个晶圆代工我那时候就讲过了 你到美国去盖一个工厂 是台湾的1.5倍 你在生产是台湾的1.8倍 他没有竞争力 为什么没有竞争力 因为他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股市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价在这边来讲 现在看起来是很弱 但是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外资 总共来讲 现在还有大概1900万张的一个股票 短线来讲 他还有一些调节的压力 不过就基本面来讲 你看看你要去找到这样成长的公司 而且这么稳定的公司 我觉得来讲真的是不妨多见 一定有人问说 要等破500再来买会吗 我觉得来讲 你可以分批慢慢去做一个布局 而且来讲 现在来讲高通又去找三星去布局 搞不好他会上市更多的订单 我记得上一次来讲 三星跟这个 我们台积电在增苹果订单的时候 那时候三星本来拿三成 为什么 结果他的手机 用他的手机的 这个苹果的手机过热 所以全部订单转到台积电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高制程的东西 就怕你做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来讲 你越高的制程 你越能抢占到这个市场 重点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的 这个良力可以做出来 所以台积电来讲 我们看他的一个走势 今天就跟你讲了 他后面来讲 我觉得发展还是没有问题 另外来讲 我们来看像鸿海 这个是高价股 鸿海你看他的股价有没有 他的股价一路一路在这边创新高 跌破100块的时候 鸿海开始做一个反弹 鸿海我帮大家问一下 因为刘董有特别说 现在看到的景气 跟他们本来预测差不多 甚至比原来预测好一点 大家都觉得不好 他们竟然觉得好一点 他说可能是我们产品不同 对象不同 客户比较广 所以没有看到什么不利的因素 刘董是不是感觉太良好了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对 当然因为来讲 鸿海跟这个我们讲的 有库存那个比较不一样 因为鸿海大部分接的东西来讲 都是代工比较多 那当然来讲 他代工来讲 主要来讲 大家我们知道是苹果的一个代工 或者是一些PC的代工 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他的库存相对来讲 来的比较小 所以他讲的是这一点 而且接的下来来讲是什么 他开始要去布局 来讲所谓的这一个半导体 所谓的低轨卫星 所谓的我们知道的电动车 这一个部分来讲 鸿海大家讲到最大的问题 就觉得他毛利率比较低 那如果这个部分来讲 毛利率可以拿上来 他当然来讲 来的比较 这个竞争优势会出来 而且来讲 我们知道来讲 刘良伟来讲 在整个管理方面来讲 郭台铭是很霸气 我叫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但是刘良伟是不一样 骨盒比较现在的一个潮流 所以我们看在刘良伟 进去之后来讲 鸿海其实来讲 他的股价已经开始直稳了 那当然暴区来讲 只是觉得说 以他的本益比来讲 真的是相对来的比较低一点 所以鸿海还可以在持有买进 对 拉回来可以去做一个布局 那另外来讲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些全持股里面 还有一档很重要 就是联电 联电也是这样 他做晶元代工 那联电你想看看来讲 他现在来讲 他第一个要把大陆的一些股权 大部分的收回来 那联电的一个集团来讲 也慢慢在整个IC设计来讲 这边去做一个索状 而且来讲怎么样 他目前交出来成绩单来讲 就是很好 其实在股价里面来讲 我们不用去分析太多 不用去讲太多 你就去讲说 他公司获利好不好 他今年会不会长 明年会不会成长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把它搞清楚 我觉得来讲 应该来讲 相对的 这个你要去布局 就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档 很重要的就是联花哥 那联花哥来讲 为什么我觉得他很重要 来 联花哥因为来讲 就是说 以前来讲 跟讲到高通 跟这一个联花哥的时候 你会去想什么呀 这个联花哥怎么跟高通比 对不对 你连看到他的车尾灯 你都看不到 现在联花哥 我居然可以高通来讲 并驾齐驱 那当然在中低 中低接的这些晶片来讲 联花哥更是一支独抢 那我觉得说 以联花哥目前来讲 他的一个竞争力 已经上来了 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他的晶片是来自台积电 那高通现在去跟三星 去做一个合作 请你想想看 如果你 投资人来讲 是对台积电的晶片 比较有信心 还是对三星的晶片 当然是台积电 对你看像在AMD以前 就是用台积电的晶片 把Intel打得稀里花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来讲 联花哥有这个优势 所以说股价短线也都涨高了 其实底部都出来的 拉回量缩的时候 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布局 鸿海联电台积电 联法哥你觉得拉回都可以 这个看法显然跟段老师很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鸿海跟台积电的第一季财报 简单来说我们看这张图表 那当然鸿海走的路线的话 是非常广 因为它的客户非常多 它比较广 而且它的产品对象也不大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比方说 这张图卡里面的税后净利率 就是你如果再看一个产品的话 绝对是看价格 再来是看它卖的数量 那这个指标里面 税后净利率就代表价格 资产周转利就代表量 那如果用资产周转利来看的话 那个鸿海是1.44 台积电是0.51的话 那很明显的鸿海走的路线 就是走薄利多销 为什么 因为它税后净利是2.1而已 但是如果来反观台积电的话 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它是2厘米的 它的客户群就会比较窄 而且它的价格又开得非常高 它走的是精品路线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用 一句话来去形容台积电 它是以价来去质量 那以价来质量跟所谓的 这个薄利多销的部分的话 两者基本上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刘董事长他讲了 当然对象不一样 它的客户群就是比较广 这是有它的道理 两党给你选你会选谁 我应该会选鸿海 你选鸿海 鸿海每一年基本上都有一个波段 绝对都有 要看着一下 你住在家里的家里的家里就当家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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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是什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